美好的村庄该是什么模样? 许多年前,人民作家周立波在小说里写下这样的愿景。 我要经我手把清晰香打扮起来,美化起来, 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 作家笔下的逸阳是谢林港镇清溪村,正是它的家乡, 也是小说山乡巨变的创作地。 很多年过去了,这个湖南逸阳的村庄让美好从书稿走进了现实。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实践中, 以文学助力乡村振兴的这次全新探索, 让清晰村精神抖擞,画卷斑斓。 每一块山场,每一秋田,书相应运着人们的笑脸。 文学的气息让初春的村落格外明媚。 三月的清晰,细语如丝,薄雾如烟。 中国作家《易阳文学周》系列之文约清晰的活动正在如期举行。 清晰村有非常好的文学氛围,有非常好的文学土壤, 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文学读治。 刚刚老师讲到的极权项闻,吹烟鸟鸟,正是他今天才学的。 为了让文学看得见,摸得着,活起来。 2022年以来,中国作家协会与易阳市政府达成合作。 在清晰村的乡村居民建筑基础上, 打造了以著名作家、出版社授权命名的21座清晰书屋。 呈现出一屋一景,一屋一风格的别样景致。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落之中。 文学村庄就这样诞生了。 作家王岳文的书屋便坐落于此。 这是你们家房子是吧? 第一次还不能吃你, 那个书屋刚刚开张的时候, 我是最后一个管理协名的, 我在看你的这个国家。 还写了好多东方杆啊? 我把它全部抄下来了, 我也向你学习了。 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可以啊, 也可以在家, 但小岸又有收入啊, 又买乌习义金啊。 这是从头开始啊, 妈妈的学习。 那变化最大的是最近十来年, 老百姓都住着宽敞的房子。 白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的门口, 还办起了清晰旅游。 从这些老百姓的脸上,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幸福。 可以说, 黄发垂条, 并遗然之乐。 哎呦, 瞧瞧的来啊。 以文交友, 在这里总会发生 不期而遇的事。 我对于约翁哥哥的话, 就是读这个小说, 他是一小说文明啊, 但是读他的作品的话,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诗人。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我要加倍爱我所爱的人, 我不会再敷衍我不爱的所有。 诗就是烟火蒸腾的 人间景象, 一个作家就是 要对生活怀有深圣的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四十六岁的作家周立波 响应国家政策 回到家乡, 建设家乡。 十多年时间, 他扎根乡土, 与当地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 并以村中的人物和故事为原型, 创作了 翻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长篇小说 《山乡巨变》。 当年周立波 那是在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回来以后就觉得 老百姓特别穷, 然后他就觉得 那怎么样帮助这些老百姓。 2021年, 怀着同样的情愫, 作家于燕 用八个月时间 重走里波之路, 他以清溪村为远新, 足迹踏遍一阳的 七个县市区, 行程达九千多公里, 采访了208位典型人物, 续写新时代 善相俱变的故事, 开启了一场 跨越时空的 文学接力 和乡村振兴接力。 我就是出生在清溪村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 我一定要出来写了。 丽波先生当初是 八批恰六的 跟老百姓搭到一起了, 但是我守在这里可以啊, 春夏秋冬, 我就四个季节都在这儿, 那么我就守到天边, 我就不信我写不像。 余燕每次来到清溪村, 都会去探望他的宝贝, 他的宝贝是97岁的周厄梅 和92岁的彭玉霞。 周厄梅是周厄梅的堂弟, 全程见证了 山乡巨变的成型出版。 彭玉霞是山乡巨变中 团献为副书记邓秀梅的原型, 亲身经历了家乡巨变。 城里面变化也大不, 城里面社会都得高, 都好,得高得不, 所以现在场景都很多了, 对对对, 场景都多了, 路易不及。 每次回来都有变化, 这是余燕最大的感受。 这一次他惊喜地发现, 文化的种子在这里 已经生根发芽了。 同学们大家好, 首先先欢迎你们来到 中国文学之乡。 这是利波书屋的主人补雪斌, 和很多村民一样, 他曾常年在外务工。 2020年底, 47岁的补雪斌 告别了待了三十年的矿山, 选择返乡创业。 文学村庄启动时, 补雪斌第一个报名。 为了更好经营书屋, 讲好利波故事, 补雪斌蒙补文学课, 苦练普通话, 成为利波专家, 是他的心愿。 一波先生那个美丽愿景啊, 你说是在270页, 对不对? 对。 那我现在考一下你, 像这个版本的三厢巨变, 它应该是在多少页? 这个, 这个在第308页。 308, 我不信, 我翻一下看看。 你翻。 哎呦, 幸福之余, 被文学感召力击中的博雪斌, 萌生一个想法, 自己也要学着写点东西。 当然, 打油诗也能够让自己诗意起来。 百鸟踪鸣, 生生若饵, 引来小鸟探头至报春, 七十载前仙声归, 扎羹清兮, 妙笔柱形篇。 街头巷尾的标语强会, 散落各处的清晰书屋, 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学的印记, 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吸引着文学爱好者前往, 共同感受, 诗和远方。 这点非常有意思。 有那么多的文化, 还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作家的书, 我很喜欢模样的作品。 它会吸引到我们很多的学生, 包括维旋爱好者, 会成为一个全国的作家, 向往的一个地方。 清晰村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 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我觉得也是给创作提供了 非常好的一个握图。 我的诗献给中国的一个小小乡村。 土黄色中, 心砸着白斑点的云雀, 在白气鸟鸟的高空中, 尖声呼啸。 我之所以喜欢回到故乡, 就是因为在这里, 我的眼睛、心灵与双足 都有了理想的漫步之处。 从我的居室到达我所。 在村口的丰收广场上, 巍峨的群像雕塑助理。 周里波坐在田间地头, 与乡亲们亲切交谈。 不远处, 古居门前的山坡上, 一棵棵梨树正等待春风的呼唤。 让乡亲们生活富裕起来, 让家乡变成美丽的花园。 这是周里波的心愿, 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是自觉地走了一个文学艺术 和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么一条道路。 文学艺术在哪里? 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 但假如你看见了, 那不更好吗? 所以其实是让我看见了文学的力量。 文学应该为村庄, 为乡土, 为乡村振兴去注入一些精神的, 塑形的东西。 如今, 文学讲座, 网络访谈, 签名授书, 采缝创作, 直播读书等活动, 接踵而至。 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地标, 正在这片热土, 熠熠生辉。 中文字幕志愿者